今天開始 關心鳳梯 中島鳳梯開米 繼續在正宮 暗算明在後日兩天 會上關緊我們臺灣 起床宿地 張峰寶梅已經發佈 鳳梯的海上警報 可能在今天的 中島到買阿嬤的發佈 陸上鳳梯警報 關心來聽起床宿地 渡假 最新的說明 氣象署目前已經針對今年第三號颱風 凱米發佈海上颱風警報 目前的警戒區域包括了臺灣北部海面 東北部海面 東南部海面 以及巴士海峽 提醒這些洋面航行及作業的船隻 應該要嚴加戒備 而這個颱風預計在禮拜三 禮拜四會侵襲臺灣 為臺灣帶來強風好雨 也請大家要預作準備 我們從衛星雲圖上面 來看到目前颱風的位置 目前在今天早上八點 颱風已經來到了臺灣 東南 東方 大概四百九十公里的海面上 過去這一段時間 這個颱風的強度跟暴風範圍 有逐漸擴大而且增強的趨勢 目前近中心的風速是每秒三十八公尺 暴風半徑也已經擴大到了一百八十公里 由於在颱風的北方 這邊的海域跟環境是適合它發展的 因此我們不排除在颱風北上的過程當中 會持續的增強 而就目前的一項來看的話 颱風在未來一天大概會先以偏北的方向前進 隨後再轉向比較偏向於西北的方向 暴風圈在明天就會涵蓋到 台灣的東半部的海面了 而隨著颱風的逐漸的靠近 今天在台灣各地的降雨 也是逐步增多的情形 我們先從雷達回坡圖上面 來看到目前雨量發展的狀況 有顏色的地方就是會下雨的地方 可以看到在東部外海 其實雲系發展的相當的旺盛 有一些零碎的雲系移入的時候 其實已經為東北部地區 跟東半部地區帶來比較短暫的震雨 我們預計隨著颱風的靠近 這樣子降雨的雨勢會越來越明顯 從今天的定量降水預報上 我們可以看到 今天白天的定量降水預報 隨著颱風逐漸的靠近 包括在北部 東半部地區會斷斷續續有些短暫震雨 而且雨勢越晚降雨的機率是越高 而且雨勢也會比較明顯的 至於中部跟南部 今天還是比較典型的夏季天氣 所以在上午到中午 天氣大致是晴朗穩定 但中午過後還是要留意 可能會有午後雷震雨發展出來 同樣的 今天在各地沒有下雨的時候 溫度上還是比較高 有些地方可能是有 三十六度高溫發生的機會 尤其是在北部地區 還有金門地區 天氣上面是比較悶熱的 我們也是持續有發布 高溫資訊的情形 路上警報的部分的話 我們預計隨著颱風逐漸接近的話 那有可能會在 今天的中午到下午之間 有可能就會開始 針對部分的縣市發布 路上颱風警報